大家好 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又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求和信 一口辉决 这个让人很震惊 为什么 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压力是巨大的 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演讲要更换普京政权 全世界这个民主国家一起齐声谴责普京 连中国现在都不代表态了 中国现在不表态 所以现在普京成为众矢之地 但如果你成为众矢之地 对吧 跟你交手这个乌克兰寻求和平 给你个台阶你该下来啊 赶紧是不是 双方谈和谈啊 但普京拒绝了 所以这就引发了我的想象 普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普京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一般人 他脑子里一定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 有一个脑子里自己的世界 我这个人很好奇啊 对对啊 这些啊 大国的领导人脑子里这个世界的地图 哎 我非常啊 我非常有兴趣 今天我用我自己的视角给大家解决一下 不一定准确啊 但是从我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来分析一下普京啊 你就要这么大的压力 如果换成是你啊 你设身处地 你站在普京那个位置 全世界把你当成侵略者啊 把你当成这个敌人 恶魔 你是不是也怂了都啊 因为你没有信仰支持 我觉得普京是有信仰支持 有信仰支持的人 对吧 面对全世界的批评 他也要保证自己的信仰 你看普京是拒绝了普斯林斯 那普京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他到底想做什么 我觉得今天呢 给大家就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啊 不一定准确 但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我之前讲过啊 世界呢 实际上有海洋文明 大陆文明 那么你细分的在欧洲呢 实际还有一个文明 就是这个罗马日尔曼文明 罗马日尔曼文明指的就是 就是这个西欧 欧洲 实际上俄罗斯呢 如果按 按我划分呢 俄罗斯也属于罗马日尔曼文明的 这个边缘地带 因为现在罗马呢 你可以说东罗马西罗马 对吧 俄罗斯呢 继承了他的这个东罗马的皇位 实际上当时这个穆斯林攻占伊斯坦布尔 也就是军事坦丁堡的时候呢 他这个末代公主 就最后选择嫁给了俄罗斯沙皇 所以就继承了这个双头鹰 俄罗斯国徽双头鹰 双头鹰的标志是伊斯坦布尔 也就是当时叫军事坦丁堡 是成徽啊 是军事坦丁堡的成徽 也是东罗马帝国首都的标志 所以你看俄罗斯 他现在这个国徽双头鹰 就是东罗马的标志 那么历代沙皇也以自己是东罗马继承人自居 所以你看罗马日耳曼文明 这次在欧洲发生的冲突 我个人认为是罗马日耳曼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内部冲突 那么再说回普京啊 普京呢 首先一点东正教信仰 另外呢 一点他希望融入欧洲 普京啊 1999年上台以后 他一直和美国和欧洲寻求自己加入欧盟 是吧 有一天说我俄罗斯也可以加入欧盟 我俄罗斯也可以加入北约 但是被拒绝 20年的时间被拒绝 那我觉得普京一定是有想法 那我既然加入不了你 我就改变你 我加入不了你 那你加入我吗 对不对 普京的目的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普京的想法就是什么 融入欧洲 变成啊 罗马日耳曼的领导者 他原本是希望和平的方式加入你 然后从你内部改变你 融入你以后 然后一起互相之间的进行什么 进行融合 那现在呢 现在你拒绝我 你拒绝俄罗斯 我呢 用武力 武力征服你 征服你整个罗马日耳曼帝国 然后我也可以改变你 我觉得这是普京的目的 就原来我要加入你 你瞧不起 我不让我加入 那现在我用武力 特别是乌克兰问题 我觉得看得非常清楚了 20年时间 普京想加入欧洲 就普京并不是排斥欧洲 普京脑子里有一个欧洲梦 有个加入欧洲的梦想 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梦会营造普京一生啊 我觉得普京到死他都有这个想法 就一定要俄罗斯重新回归欧洲 所以这一次乌克兰战争就是俄罗斯重新回归欧洲的战争 我不再是边缘地带 我对欧洲要形成巨大的影响 这一次非常明显 对欧洲形成个巨大影响 你可以想象啊 咱们这么看啊 黑海北岸现在从马里乌布里 一旦拿下马里乌布里 那整个黑海北岸 赫尔松啊 顿巴斯 亚素海 再到这个奥德萨 克里米亚 你想很多黑海北岸就是俄罗斯的 黑海北岸对面是谁 那就是罗马尼亚 白俄罗斯对面是谁 波兰 而乌克兰 俄罗斯 普京说了 乌克兰啊 你要去军事化 去军事化 去军事化什么目的 就你变成一个没有军备 没有军事威胁的国家 那乌克兰没有军事威胁 俄罗斯直接面对的是谁 就可以把乌克兰当成个透明人啊 因为他没有军事威胁 直接就是波兰 就是波兰 乌克兰 去军事化以后 受害最大的是波兰 你地图你自己看得非常清楚 去军事化呢 就是乌克兰不设防 乌克兰不设防 那么波兰就是形成和俄罗斯对峙的前线 所以现在波兰很紧张 波兰是哪儿 是欧洲国家吧 是北约成员国 是欧盟成员国 那么俄罗斯直接绕过乌克兰可以影响到北约 影响到欧洲 你原来想让我对吧 我想加入你 你不让我加入你 我我也隔着个乌克兰无法影响你 因为乌克兰有军事实力 我没有办法是吧 影响到波兰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这个战争可以直接让乌克兰军事透明化 乌克兰军事直接可以透明化 那我就通过我的军事可以直接影响到你欧洲 你当年不让我加入吗 现在呢 我影响你 那这是普京想的 你可以不让我加入 但是我对你的影响还是在 所以你看 未来俄罗斯重新回归欧洲 俄罗斯重新影响欧洲的时代开始了 这是我第一点观察 就这个罗马 日耳曼文明 缺少不了俄罗斯 俄罗斯要正在回归罗马 日耳曼文明 普京并不是这个东方啊 支持这个东方的这个 意识形态者啊 现在我看普京是希望回归西方 他是希望融入欧洲的 所以他你看啊 发动乌克兰战争 这个逻辑就全通了 他一定要奔向西方 那么咱们把视角再放大 放到中国 中国和俄罗斯 你你刚才是在欧洲方向 你看到这个罗马日耳曼 这个方向 你再放大视角来看 海洋文明啊 昂鲁萨克逊 再围堵中国和俄罗斯 那么在欧洲方向 俄罗斯 向什么 向西部前途 突进了欧洲腹地 影响了欧洲 回归也可以说叫回归欧洲 那么中国呢 中国再向太平洋 再向南 对吧 向南海 再向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进行 进行前途 包括南海 包括现在的这澳大利亚周边 索罗门群岛 对吧 也在驻军 所以你可以看 中国在向南 俄罗斯在向西 实际上都是在突破 昂鲁萨克逊的维度 这有微观 有宏观 微观是什么呢 是 欧洲方向的 罗马日耳曼文明 俄罗斯在回归 罗马日耳曼文明 这种战争实际也是一种回归啊 因为我对你有影响了 隔着乌克兰 俄罗斯不能影响欧洲 现在乌克兰被军事透明化 乌克兰这个障碍排除掉以后 俄罗斯可以直接影响到欧洲 也就是俄罗斯直接回归了欧洲 回归了罗马日耳曼 那么也就挤压了谁呢 挤压了昂古萨克逊 挤压了他的空间 而中国和俄罗斯也在配合 中国呢 是向南 俄罗斯和中国被靠背 俄罗斯是向西 中国是向南 也在扩张 这点上俄罗斯是支持的 那么在普京的战略里面呢 围堵啊 这个昂古萨克逊 围堵欧亚大陆 必须有中国参与 中国帮助俄罗斯 化解昂古萨克逊的围堵 特别是在南部地区 在这个南部地区 在南海 在太平洋方向 由中国帮助化解 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这个昂古萨克逊 他的海洋名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围堵啊 实际长达百年 这个俄罗斯他想回归欧洲 想突破昂古萨克逊的围堵 实际上必须有中国知识 这一整个世界的一个大的 你看整个大的格局 我这么一讲 你大概脑子里有数了 那下一步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 在南海 在太平洋 在印度洋 印太地区 我觉得中国会有所行动 那么俄罗斯呢 在欧洲方向 未来会有很多的新的举动 特别是在欧洲方向 这个欧洲现在看来呢 是离不开俄罗斯了 这是我的看法 俄罗斯重新融入欧洲啊 从乌克兰战争开始 未来欧洲啊 做什么都啊 都要和普京来谈 都要看普京脸色 欧洲互相谈判 一定不能少了普京了 所以你看普京回归了欧洲 回归了罗马日漫文明 实际上 你把这几个文明的特点呢 你了解了以后 你会发现 世界上这个地缘政治 还是几百年前 几百年前这种规律 就这几个少数的 这几个人类的 这个文明之间的博弈 普京是一定要回归欧洲 所以呢 他选择乌克兰战争 也就是我之前 为什么我判断普京一定要发动 乌克兰战争 他逻辑在这儿 那欧洲未来的地缘政治方向 给大家解读完了啊 这个俄罗斯回归欧洲啊 回归罗马日漫文明 中国呢 我觉得在南海啊 在台海 甚至在台海都会有行动 这个很简单啊 昂格罗萨克逊呢 现在控制日本 在韩国有驻军 就是在东北亚的北部地区 中国啊 俄罗斯啊 对付韩国 还有日本 实际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局势 但是大家可以看南海 东南亚啊 甚至太平洋 这个整个太平洋 澳大利亚附近啊 印尼附近 这个地区实际是一个真空 就是现在美国 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 并没有之前啊 军事存在的能力啊 军事存在实力 而中国向这个这个方向 向南部进攻 向南部 特别向南海地区扩张势力 俄罗斯不反对 因为你如果向北的话 和俄罗斯形成地缘政治的 这个互相之间的挤压 那俄罗斯会提高警惕 而俄罗斯支持你向南 你向南 特别向南海方向 向东南亚 反而俄罗斯是支持你的 你可以挤压 俄罗斯阿克逊 他的空间 这就为什么你看澳大利亚 印度啊 还有美国 日本形成这个 印太战略 一直围堵中国 就是美国的战略专家 也发现 中国会南下 而俄罗斯背后 支持中国南下 所以呢 他提前形成一个 印太战略 围堵你 那这个方向就非常清楚了 那未来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啊 和美国啊 会有更多的摩擦 那么台海 我觉得是围绕着南海展开的 台海什么时候摊牌 那要看中美关系 要看中国和美国 能不能像乌克兰 现在这个情况一样 双方最后摊牌 这就是地缘政治啊 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这两个方向给你解读完了啊 俄罗斯回归欧洲 从乌克兰战争开始 回归 罗马日尔曼文明 以后 欧洲不管开什么会 都都离不开普京了 克里姆尼公 任何的行动 欧洲必须警觉起来 俄罗斯 真正回归了欧洲 你离不开我了 我做什么 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咱们两个 之间关系太紧密了 那么中国这边向南 向南海 向东南亚 向太平洋纵深去 都在挤压昂古萨克逊 所以未来昂古萨克逊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包围 也是围绕这两个方向 欧洲 南海 印太 你可以说印太 这是我的整个 对整个事态的解读 你有了这个大的 大的世界观 有了这个大的方向以后 未来几十年 发生这些事 都围绕着这两个点 南海 台海 欧洲 中亚地区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 实际上也在布局 中国和俄罗斯 主要是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 特别在中东 因为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 是撤军状态 因为美军要抽掉 重要的力量在欧洲和亚太 印太地区 围堵中俄 而中东地区的兵力就减少了 所以未来中俄会联合起来 在中东地区 很快 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王毅 要在安徽 在安徽 中国的境内 要举行会谈 也在谈阿富汗问题 你看阿富汗未来 中东 中亚的问题 就是中俄未来合作的焦点 所以美军 安格鲁萨克逊 从中东地区后撤 那么中俄就会合作 在中亚 中东地区有更多合作 特别和伊朗 就会前出 你看这几个方向 就非常清楚了 欧亚大陆 保证自己的阵地 保证自己的阵营 形成一个稳定 而安格鲁萨克逊 未来的主攻方向 印太 南海 还有欧洲 所以未来呢 发生战争也好 发生大的事态也好 一个在欧洲 一个在东南亚 就是南海 还有台湾 这是我的解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中国的方向 已经定了 应该是南下 就是南下